当年在一个饭桌上 我对一位老师说了一句废话 然后师傅听见了 当时没有言声 等到吃完饭之后 通知演奏部 停场一周 后来我记得我还编了一个歌 那首歌叫《十年》 就是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出口 我不会被停场一周 师傅您还记得当年那个停场 当然记得了 说话没规矩吗 对 你要不这样的话你记不住 你可能觉得就随时聊句话 你说谁这废话 你要跟师兄弟们说了也就说了 小雄你跟我说一试试 还不如郑老师 两周 那连郑老师都停了 郑老师 老师就好 那时候在基地 就是停场那一周 那对我来过就是晴天霹雳 那吓得都天天多了 真是那样 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我们学员的状态 我不想 我怕又经历了第四次被淘汰 嗯 咱那是见郑老师三百就够了 差不多吧 下期啊 下期啊 拜拜 呜 来吧 它 Tun行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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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